哈囉 大家姿佳 不知道平常大家有沒有喝咖啡的習慣呢 大家知道嗎 這個其實好的咖啡 喝下去並不是讓你提神 而是會讓你感到非常放鬆 反而是想要睡覺的喔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一個 我們基隆非常有為的青年 然後同時也是我們佛光二代的 宏偉老師打開叫他 哈希希 耶 哈囉 各位吉祥 好 那今天呢就是 我們邀請他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咖啡 還有那個讓大家了解說 要如何喝咖啡 認識咖啡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 如何交代他 沖泡咖啡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沖的咖啡是哥倫比亞 天堂莊園的艷氧蜜廚 那我們 哈希希已經磨好了 那這支的風味比較特別一點 它有一些薄荷精油 或是薑茶 玫瑰薑茶的這種檸檬草的功能 那我們今天水溫用大約90度左右 90度 大家不記一下 那前面呢 我們在沖泡咖啡會先小量住水 從中心向外像蚊像一樣繞勻 再繞河龍 此時這個動作叫做靜潤 那靜潤呢 目的是為了讓這個咖啡都有排氣 那排氣呢 同時也把裡面咖啡的風味物質釋放出來 那接著我們待會兒注水的時候 就是把這些好的風味物質 把它注入到我們的咖啡院一下 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進來 所以你看它咖啡在呼吸 那其實等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第二次注水 第二次注水會比第一次的水注再大一些些 油慢而快 然後勞動咖啡粉 然後讓它均勻的攪拌 那你會看到咖啡液呢 會緩緩的慢慢下降 那等到下降到還未乾的時候 我們再進行第二次注水 可以看到 第一次 就是了解到 浩咖啡原來可以這麼帥 那浩咖啡 基本上就是讓我們手 盡量穩定 均勻的注水 那接著到我們要的刻度就可以提起來了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是比較淺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喝到咖啡的前中後味 那也會有比較多的花香 果香 以及一些它的特殊風味 那層次分明 然後魚韻 潦繞 才是我們精品咖啡它的精髓水 那你會看到它的咖啡液的顏色 基本上 它的咖啡液的顏色是比較 別用淺 苦或色 那如果烘焙太深的咖啡 容易有油耗味 那同時呢也會容易長霉長菌 那我們在喝咖啡的同時 把這些菌如果吃到肚子裡的話 也會造成心悸、胃痛、滴疼痛等等情形 所以喝好咖啡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喝咖啡會睡不著覺 就是這些不好的花香 彈一下這顏色超漂亮的 那接下來我們的風 那我們待會可以聞一下 這個叫杯底香 那杯底香它的風味是比較 有點像教堂 然後可能 這隻比較特別有一點精油的味道 那小心杯子有點燙 代替大家聞一下 欸這 我懂那個焦糖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 對 你們有吃過焦糖嗎 你應該是吧 請慢用 謝謝老師 然後呢 請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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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來下方留言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就是 邀請我們這個哈士奇 來跟大家接約這個小咖啡分享會 好 謝謝 謝謝大家